德國公共廣播電視台 你好 下一位 那個German TV President Tsai Xi Jinping's speech and your reaction to it got a lot of media coverage in countries like Germany but most of the time it seemed as if it was only a thing important to Taiwan and to China so what would you what would Taiwan wish for countries like Germany to do in this situation 我們在這一次習近平主席的講話之後 我們在第一時間表達出台灣一個很明確的態度 同時我們也希望全台灣的人民 還有我們在海外的台灣人 都能夠傳播這個訊息 讓國際對這個事情的認知 可以更清楚更正確 我們也希望在座的國際媒體 在這個事情上 能夠從民主的角度 從安全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 臺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是一個講究人民意志跟人民的意願的一個地方 我們也是一個很高度注重人權的國家 所有的國際上重要的價值 我們都是一個重要的實踐者 而且是一個忠誠的實踐者 所以當這樣的國家 面臨困難的時候 面臨威脅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國際社會能夠重視 而且能夠替我們發聲 來協助我們 因為如果一個實踐民主 實踐國際共通的價值 這麼努力的國家 受到威脅 受到侵害 那我相信對民主 對很多的價值也是一種傷害 如果今天臺灣面臨這樣的情況 國際不替臺灣發聲 國際不為臺灣來協助的話 那我們要問下一個又是哪一個國家 總統你好